哈喽我们继续七到九集汉语词汇的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是两个比较简单的词汇 我们来看第一个它是一个动词 督促 督促指的是监督和催促的意思 所以督和促分别代表监督和催促 我们可以说爸爸每天都督促我听一曲交响乐 那爸爸可能想让我成为音乐家 或者培养我们的音乐的细胞欣赏的水平 要监督我催促我每天要听一首交响乐 第二个例句 请家长督促学生务必完成指定的假期作业 孩子们肯定是不愿意写假期的作业 那家长就要担负起监督和催促的人物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词汇视频 催老师会督促大家学习的 第二个词汇是杜绝 杜绝的意思是彻底的制止 或者是堵塞的意思 我们最近有一个光盘行动 提倡光盘行动 杜绝浪费 这个光盘不是我们的CD或者DVD 它的意思是我们把盘子里面的食物 要吃光 不要浪费食物 第二个例句呢 只要清除垃圾 杜绝污染物排放 威尼斯就可以重现昔日风情 那我们的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因为呢有一些水道的堵塞呀 或者是污染的排放 让水城里的水质变得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要杜绝这种行为 就是彻底的制止污染物 向水里排放的这种行为 今天的两个词汇 你们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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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